無聊體區殘障人士不方便通過車流量比較大的環河南路 所以臺北市政府之前就用市值將近一千五百萬的容積率來獎勵 換取社區提供土地來興建連接天橋的殘障電梯 現在完成了但是卻遲遲沒有啟用 原來才發現天橋上還有一道樓梯擋住了輪椅的進出 所以這等於是花了大錢卻做白宮 32秒內要通過環河南路到華中河壁公園 還得閃過一輛輛大卡車 正常人都連走帶跑 更何況是坐輪椅的殘障人士 北市府因而和旁邊大樓協調 蓋殘障電梯連接天橋 但設施卻遲遲不起用 李明立講說那個電梯已經坐好了 但是到現在目前為止還沒有辦法去使用 原來一上天橋 輪椅族必須越過一道二十三階樓梯 這比過馬路還難耶 他提供了空橋連通設施及轉換空間工藝使用 總共獲得了42.35坪 還有市價總共1500萬元的市價 你獎勵容積建商也照做了 對不對 大家都配合了 但是我們的天橋設施 還是一樣欺負常常人士 好 市府大方送出容積率獎勵 卻換來不能用的設施 市議員火大當場質問 7月就已經移交給市府的電梯 何時才能啟用 我們會朝向一些比較符合大眾期許的一個目標來努力 什麼時候會完成 什麼時候可以讓承諾人士通過 容積已經獎勵了 你如果不開通 我送監察院跟你講 官員推說回去開會再討論 不過設備只能擺著好看卻不中用 若以足心中滿是心酸和無奈 明星文 陳平 郭文翰 台北報導